按照昨天所说的,今天要做麻油,花椒油 需要用的一些花椒,还有青花椒 3比1的比例,然后把它拌给人 然后这个罐子里面是昨天,就上一期视频做的葱油 为了方便使用,我把它倒到这里面了,因为这个口小,比较好倒一点 把葱油倒到这个花椒,准备的这个花椒里面 这个油呢,可以多放一点,但是我比较喜欢它的浓度高一点 用一点点就特别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油就用的比较少 把这个油倒进来之后浸泡个一二十分钟 这个花椒泡好之后,下锅蒸 蒸半个小时 蒸半个小时 蒸好之后,我们现在把花椒 捞出来 这个时候开始炸花椒 把锅先烧干 这时候再把刚才蒸的,刚才蒸的那个花椒油 溜出来的花椒油,倒进来 刚好,差不多和花椒持平,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多 一定要用小火,一定不能把花椒炸糊了 炸好之后 炸好之后,连油带花椒 倒入刚才的这个油里 至此呢,这个麻油制作过程就已经全部结束 要好找一个蜜蜂罐子 家里面用的话,可以用好久 它时间长了,会跑味 用蜜蜂罐子,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跑味 但是,非常好 没有,都 costume啊 今天不能够 这边 没有 好 没问题 没有 我